Your Notes 項19 現在我們試一試兩個篇檔混合一起考 就是 Permutation Combination 再加上 Probability 為什麼我們要用 Permutation 和 Combination 我們用 Tree Diagram 用得好 主要原因是因為如果數字很大很大的時候 你沒有理由每次都說 Tree Diagram 之前計算的題目都是分兩個個個案 很短、很少 或者那些步驟通常都是兩步或三步 Tree Diagram 其實不會非常巨型 但如果遇到一些題目的數字很大 你就沒有辦法畫Tree Diagram 在這個情況下便會逼你 要用 Permutation 和 Combination 我舉一個例子 例如有15個 Total 有15個Items 然後有6個數字 Type 1 5個數字 Type 2 4個數字 Type 3 現在我想選擇6個 Type 1 我選擇2個 5個選擇1個 5個選擇1個 Type 3 就是4個選擇3個 問一下你的 Probability 是多少 你一看下去 有15個Items 如果你真的畫Tree Diagram 便會畫死你了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便會用 NCR 因為它是抽東西 它不用排隊 我們便會用 Combination Total 的可能性 Total 的可能性 就是在15個內 我要選擇6個 這個是墳墓 但實際上高 我是有要求的 我不是隨便選擇 我不是隨便選擇6個 我的要求是 6件 Type 1 我便會選擇2件 即是6C2 5個 Type 2 內 我便會選擇1個 Type 2 最後便會選擇4個 Type 3 最後便會選擇3個 最後便會選擇4個 Type 3 便會選擇3個 這就是我要找的 Event 的數量 數量去選擇3個 Type 3 這是我想求的 這就是整體的 究竟有多少種不同的做法 所以我們便需要用NCR 或者NPR去計算 如果Tree Diagram是超巨型的話 試試做多些不同類型的題目 這個群組中有7男5女 我便想選擇3個同學出來 部分A 就是找個可能性 選擇3個男生 所以我便會選擇3個選擇 這樣便會選擇3個選擇 所以我便會選擇3個選擇 如果不是 我便會選擇3個選擇 但我便會選擇3個選擇 這不是只有7個選擇 所以我便會選擇7C3 按Counter 出到答案 就是 7 over 44 接著就到Part B Part B就是我選中一個 particular girl 如果我已經選了其中一個女生 代表著什麼意思呢? 代表了我已經確定了其中一個 代表 即是只要多選兩個 而且女生的數量會少了一個 總共的數量也會少了一個 分母不會改變 都是在12個人內選擇3個人 這是總共的數量 總共的數量 但實質上由於有一個被選擇 所以只剩下11個人 而因為有一個已經內定了 所以我只需要選擇兩個 所以會選擇11c2 除去選擇12c3 我按Counter 出到0.25 即是四分之一 當然 如果題目不太複雜 例如沒有Part B 如果只是Part A 其實你也可以畫Tree Diagram 甚至是你如果不畫 其實你自己腦海裡想 12個人內有7個男生可以讓你選擇 然後少了1個人 就11個人 讓你選擇1個男生 所以沒有了1個 只剩下6個 然後再少1個 所以會是十分五 你這樣想也可以 下一條 要選擇4個英文字母 是從這個Vara這個字 1 2 3 4 5 6 這裡有6個英文字 選4個 Arrange in a row 那應該就很簡單了 Find the probability that F is the last letter 那應該會選1個 我想分母應該沒有人不認識 6個Letter 選4個 6個Letter 選4個 而且order 是很重要的 即是用P 所以分母應該沒有什麼困難 接着就是份子 你看到他说了F一定是last letter 即是他设定了最后的 即是你只需要选择前面三个 Flora已经被选择走了 所以options就没有了一个 只剩下5个letters 而且选择三个就够了 因为你已经设定了最后是F 你只需要选择三个 所以这里就会是5P3 接着也是一样 按一按计数机 我按到答案就是六分一 Yanux Page 20 看看这条 他有10男6女 选择5个人出来 想要是3男2女 部分A通常都特别容易 选择人出来没有说要排队 所以用C 10加6个人 16个人内我要选择5个人 这个就是total number of ways OK 究竟全部这样选择是有多少 没有任何限制的情况之下 有这么多的可能性 但是我现在想求的东西就是 在10个男生内 我要选择3个 女生方面 6个人我要选择2个 这是我要知道的可能性 按 account 这边是10个B 6个G 然后移试3个B 然後兩個G 所以就是10C3 還有6C2 接著就是部分B 部分B就是 至少要兩個男生 和至少要兩個女生 我現在要選五個人 有四個人我已經確定了 剩下一個是未知的 即是說有兩個可能性 第一個可能性就是三男 兩女 一系就是兩男 三女 三男兩女 部分A已經計算了 所以我可以用部分A的答案 然後後面這個就要計算了 就是10加6 即是16C5 這個是總數 現在兩個男生 即是說在十個男生 選擇兩個 女生在六個中 選擇三個 這個我可以按到答案 是900 over 4 3 6 8 我有機會會按錯 所以你自己試一試按 這樣就算到答案了 OK Part C Part C就是最多是四個男生 這款題目你應該做過很多次很熟習的 他在說最多的話 你想一下 即是有機會是零個男生 一個男生 兩個男生 三個男生 和四個男生 太多options 如果你這樣逐個逐個計算的話 你就要有五個東西 或者你可以選擇 用一個簡單一點的方法 就是一減 一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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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個男生 有多少個男生 這裡有十個男生 選擇五個 Kelta 我出到 49 over 52 有七個Families 每一個Families都有三個Member 現在我選四個人出來 剛好我想四個人都要來自不同的Families 首先 如果你是畫Tree Diagram 1 2 3 4 5 6 7 就有七個Families Families 有A 一路殺到最後 就是有Families G 然後每一個Families都有三個Member 有Member 1號仔 2號仔 3號仔 這裡都是一樣 有Member 1號仔 2號仔 3號仔 略略知道發生什麼事 之後 就開始計算 要來自四個不同的家庭 四個Member 都要來自四個不同的家庭 首先 在七個Families裡面 我就要選四個 出來 即是在A到G裡面 A到G 這個七個Families裡面 我要選四個Families出來 而每一個Families都要派一個人出來 即是在1 2 3裡面選一個 在1 2 3裡面選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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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第一個Families 選擇的一個Member 第二個Families選擇的Member 第三個Families選擇的Member 第三個Families選擇的Member 和第四個Families選擇的Member 其實這裡究竟有多少人 如果我在沒有任何 criteria 我亂選擇人的話 到底這裡有多少人呢 七個家庭 每個家庭有三個人 即是說 其實Total 是有21個人 如果我是亂選擇 我純粹亂抽 就是在21個人裡面抽四個 這個就是Total Number of Ways 而這個就是Total Number 是要4Member 選擇由四個不同的Families 如果你分子 這裡做什麼 你忘記的話 麻煩你看回上個chapter 即是代表你上個chapter的東西 忘記或者不懂 你做回上個chapter的題目 你計到答案是9 over 19 OK Part B 就是at most 3個 difference family 你應該很熟習的了 即是它的comproments OK 小個等於3的comproments 就是大於3 OK 它是大於3 最大於4 其實就是4 其實就是一項Part A的答案 所以答案就是10 over 19 也是인을輸去 總共這總共有9個人 接着他們是排隊 從程式 當PART A到哪天 就是CANて和JOE 就要本在最後兩個位置 先排隊這件事情 是繼批 Indonesia 代表instagram ¿英格重要? 代表你應該是用Vertorial 或是用P 做部分A Ken和Jo說一定要站在最後兩個位置 代表本身有9個人排隊 但現在不是 現在有7個人可以任牌在前面7個位置 但最後兩個是他們獨有的 所以前面我7個人有牌 最後這兩個人有牌 按一按Celter 按到答案是1 over 36 接著就到部分B 部分B就是這三個人要站在一起 如果你有印象的話 我應該在上個範圍有介紹過 1 2 3 4 5 6 7 8 9 有9個位置 然後前面 任2 3個未必在前面 總之這三個人是糖癡豆 當作是一塊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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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是2 3 4 5 6 7 然後就是2 3 4 5 6 7 我把這七個人先排隊 然後這三個人先排隊 然後這三個人其實是要跟著 但我不知道是Can還是Jo還是先排隊 所以這三個人是可以換位 這三個人的換位的可能性 就是3個位置 同樣地份母是不便 都是9個人暖排 按Celter會出到答案是1 over 12 在這裏我想強調一件事 就是如果你這個影片 是不太聽得懂 或者你可能一些題目 你發現是做錯的話 其實很大的原因 可能是因為 你是不懂上個範圍的東西 就不是不懂這個範圍的東西 所以你自己看清楚 你到底是不懂哪一方面的問題 就不要在狂做Probability 但其實原來你是不懂Permutation 或者Vittorio 最後一條 有六個Member要選擇 有一個Member要在三個PE老師裡選擇 另外五個Member 在十五個學生裡選擇 我給你一個提示 其實就是把這句話濃縮地寫一次 就是他有三個PE老師 以及十五個學生 現在我要選六個人 就要一個老師五個學生 其實你能寫出這一句 已經是非常清楚 因為選擇人出來做Member 是不需要排隊的 所以Part A 問你Number of Ways 我會選擇 三個老師 選擇一個老師 十五個學生 選擇五個學生 我按Kelta 是9009 應該打錯了 因為我按Kelta 是出9009 接著就做Part B 5Part B就是 現在我知道 在十五個學生裡 有N個女生 現在他給了你 如果選中兩個女生的可能性 就是20 over 91 就叫你求N是多少 在這裏 就設定一條公式 出來 三個PE老師選擇一個 然後就是十五個學生 學生裡面就選擇五個 仍然是三個PE老師選擇一個 但這次學生 就不只是考慮學生 我們還要分為男女 那女生我就選擇兩個 如果十五個人裡面 有N個是女生的話 即是代表有十五減N個男生 而我已經選擇兩個女生 而總共是要選五個學生 即是要三個男生 所以這裏就會是十五減N 然後是超過三個 就等於20 over 91 按櫃檯 把這批東西 這裏可以弱掉 把這批東西扔到右手邊 按到答案是660 好 好 接著要計算是很難 因為這個數字都很煩 好 所以這個方法會怎樣做 我建議你 試用 N error 用Kelta 按N 你試 一路試 試到十二 當然有一個答案是對的 為什麼 因為有三個男生 至少要有三個男生 即是代表這個數字 至少要有三 即是N最大只有十二 而且選擇兩個是女生 至少要有兩個 即是N最大只有二 所以你從二到十二 就選擇哪個答案是660 一定會比你快 是計算的 因為計算 我也在想應該計算不到 這條是添加的題目 讓你試一試玩 按 最後有一幅漫畫 Amy有三個男朋友 Paul約他吃飯的機會率是七分一 Bill約他吃飯是七分二 Kent約他吃飯是七分四 這條題目 問問你 今天晚上有沒有人約他吃飯 他就說 一定會有人約他吃飯 因為可能加上是一 然後問問你 究竟他這樣說是否合適 答案我會放上Google Drive 最後一格的漫畫 你可以去看看 還有這個位置 也是一樣 我做Quick Practice 你就做Exercise 11F 11F 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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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